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中间值定理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那首先的话呢 我来介绍一下定理的内容是什么 假设的话呢 F它的话呢 它是一个Real Value Function 这所谓的十变数的函数 在一个B区间 就是Closed Interval AB之间 就是意思就是说在AB之间 它这个是包含的是AB 两个端点都要包含进去 那它是一个连续的函数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这么说了 FA跟FB的话呢 是AB所对应的值 那么如果说有一个数字叫做L 它的话呢是在FA跟FB之间 夹在这个中间 那么我们的话呢 一定可以至少可以找到一个 某一个数字是C 在它的Open Interval中间 找到一个C 使得说C带的这个F值的话呢 刚好会变成L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对于这样子的叙述的话呢 同学的话会觉得它很烦 然后觉得不容易了解 那么我们要了解它 用图形来解释会比较清楚 来 我们来改用图来说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直角坐标 X轴 Y轴 然后这是Y等于F of X 好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点叫做A 这个点叫做B 好了 我们把它的对应出来 好 现在的话呢 A的点它对应到的是F of A B这个点对上去 F of B 那么各位同学仔细看一下哦 在AB中间它是连续的 没有断 现在的话呢我们从这里找 随便找一个L 好了 我们找一条线L来找出来 它现在的话对上去 它一定会有至少有一个焦点 那么我们也可以绝对可以找到一个C 使得说它对应的值会是L 这个的话呢是至少可以存在一个C 有的时候可以找到不止一个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中间值定理 那么我们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个 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特例 我们来看看的话呢 它的应用是什么 这个定理叫做Bolzano定理 Bolzano的话呢是一个数学家 他们的话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连续函数 如果说A是比较小的值 B是比较高的值 如果说FA乘上FB 相乘是小于0 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它的是一正一负 那么B存在一个C 使得说FC等于0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的是 F的话呢 在FA跟B之间一定会有一个十根 那么我们的话呢 用一个图形来表示 来我们来看看图 这个图的话呢告诉我们说 A的值假设是负的 B的值是正的 中间F的话呢是一个连续 那么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这个点 这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 会让它变0的数字 这个点C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根 那么中间值定理的话呢 这个Bosano定理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叫做 堪根定理 只要是F是连续的 中间必然的话呢 一正一负 或者一负一正 绝对会通过了一个X轴 也就是说它一定可以 至少可以找到一个根 这就是我们的中间值定理的叙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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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